get it 下去 這個我們就是說看到這個法裡 我看到他們 有時候放一些 這個法裡在 這裡是美國憲法的 中文版 那個 台灣那個法院也有 美國憲法的那個 中文版 也有德國憲法 的中文版什麼都有 我想到那個 我們看到一些 台灣人對美國的那個法理 結構的那個 誤解 比如說 很多人寫文章啊 他就寫說 台灣關係法裡面 台灣當局 意思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對嗎 比如說 剛剛這位先生 叫做潘良華對不對 那如果說 我現在是美國很大的公司 我跟台灣 我跟台灣代表 OK 我跟台灣代表 我 有什麼一個關係 我這個合約都寫了 那我現在跟潘良華 我來合作 開發這個台灣市場 OK 那 那 我裡面只有寫台灣代表 那一天 那 那一天 我覺得他做得不好 我只要跟他講 我現在 把你換掉耶 我再指定 另一位黃先生 黃某某來做 那 問題是 我那個 合約要不要報到董事會 要不要改那個合約 不用 我還是跟 台灣代表來合作 我的合約 並不是跟潘良華這個人簽的 如果是跟潘良華這個人簽的 那 我換他掉 我換 為一個 這個 莊敏 先生 那 那我還是要整個要換合約 我要報告董事會 什麼種種這個動作 所以 台灣關係法道理 很類似 台灣當局 是中華民國嗎 不是 如果後天他決定 台灣當局是誰 就是誰 他不需要改台灣關係法 也就是說 菲律賓慢慢強壯 菲律賓哪一天 一天晚上 就派軍隊把台灣 全部佔領下去了 中東府 把 麻硬球 班底踢進去 就派一些菲律賓人進去 那請問 明天台灣當局是誰 就是那些人 那美國要改台灣關係法 沒有 所有的條文仍然有效 他寫什麼 你看他怎麼寫 所以美國國會必須評估 台灣的情形 他要有多少個 武器賣給他 他要多少經濟資源 那是隨時評估 那你現在菲律賓暴徒 進入台灣 控制那個政權 那我的評估是 當然我不要給你武器 我當然不要給你經濟資源 這個自動繼續運作啊 所以 台灣當局不是中華民國 更何況 台灣關係法寫得很清楚 以前所承認的中華民國 就已經到 1979年 1月1號 已經 不再承認 那我們跟台灣的那個海外團體 台灣有很多那個海外團體 他就是說 他要 保護台灣的人權 那我說 那 他跟我們接觸 我們第一個講到就是說 你要先弄清楚 美國從來 沒有承認 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美國從來沒有承認 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合法證 這個時候每一個這個 海外的海巧會開始 騷頭說 是這樣嗎 我說很簡單嘛 他從 中華民國在中國那個時候 撤退 一直到 1978年 12月31號 他所承認的是 這個團體是 這個中華民國是 中國的合法政府 他是這樣的承認 他什麼時候承認 他是台灣的合法政府 你把文件給我看 但是 這些海外團體 包括什麼 台灣什麼公共事務委員會 包括什麼 富爾摩斯法理基金會 他們雖然拿不出這樣的文件 但是他還是說 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合法政府 我說你台灣關係法這個 這個說法是不通的啦 再來歷史文件是不通的 究竟三合約是不通的 所以第一你要救台灣 你必須先看清楚 先把中華民國擺在一旁 不要跟他有人來往 喔 我一年一次可以吃個滿漢傳喜耶 我一年三季有禮物耶 他還送了一些很好的草紙耶 下面那個底很厚 把螺絲打開 哇 很好耶 我全家很喜歡收集那個 Franklin那個小圖案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 他們也繼續被中華民國牽著彼此走 在我看起來這些海外團體為台灣的人權 在幫忙嗎 常常有人提出來 聯合國的文件上 英文寫的是China 中文寫什麼 中華民國 參與這些國際組織 聯合國附屬組織 英文寫的是China 中文寫的是什麼 中華民國 請問 今天誰在聯合國代表China 是不是有一個團體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是今天的China 他是聯合國的China 奇怪 中華民國怎麼會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欸 2758決議案 1971年10月2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 中華民國 所以在他們看起來 那個文件的那個中文 甚至於墓碑 甚至於石頭 刻字 在聯合國的人員認為 不需要改 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 這個聯合國人員熟悉中國話 熟悉中國語文 的那個文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 已經繼承中華民國 好 那這個是國際上的公認 所以今天等到這個民進黨跟這個 就台灣的海外人權團體 高喊 中華民國在台灣有主權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今天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句話在國際解釋上等於什麼 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要把台灣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啊這些人 難道不懂他在講什麼 然後他還要領導人權團體 如果你碰到這些人 你一定要給他教啊 他頭腦 壞掉了 壞掉了 你唯一救台灣的方式是高喊 台灣沒有主權 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沒有主權 你這樣才有救啊 這樣表示跟中國割開耶 你越喊有主權 你就被吸走了 你就被拿去啦 那這些人在想什麼 你問我 我問誰啊 我是覺得他們頭腦壞掉耶 但是我告訴你 曾經有人提出來啊 民進黨所有的人 什麼陽光法案 但是我這個 我不要知道你的財產 我要知道你跟中國的關係啊 你跟你家人 兒女 父母 周邊兄弟姐妹 你先生 你配偶 你跟中國的關係 你全部 應該寫出來 報備 喔 民進黨馬上說 喔這個不要不要 喔這個不要不要 他們都跟中國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林秘書長一直在講 台灣有兩個主要的政治團體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民進黨 中華民國 民進黨是包子中華民國 到今天為止 他是包子他的大腿 你要他 欸你寫清楚 你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讓我們了解 你是不是真的為台灣而拼 喔他馬上不要 這個限注他的底牌啊 他們都是被交代的 他們都是去投資的 他們家人都有什麼去 去到那邊水校啊 他去做什麼 你能想 在美國 你能想像說 歐巴馬的孩子說 我很愛美國 那 請問 你兩個孩子 喔 我一個大女兒 要去英國讀醫學院 英國醫學院 英國醫學院比較好 我另外一個女兒 要去法國讀美術 法國美術比較好 我再來一個小兒子 要讀這個德國 讀歐洲文學 歐洲文學比較好 你想這樣的人 會受到美國 民眾的支持嗎 你都不能肯定你本國的東西 你全部就是 嚴重的窮陽耶 那你適合到白宮去領導我們嗎 這個要重新評估耶 台灣這個好像習以為常啊 這些立法委員 他的財產都搬到中國去 他的投資都在中國做 他的孩子都到中國去就學 然後在這裡就是 立法院領個高薪 然後韓韓愛台灣啊 這是什麼一個世界啊 所以 你不看到真相 就像我太太跟我去美國幾次 我太太英文中等 當然他在台灣比較沒有機會去運用 因為我本身在家裡很少講英文 我兒子跟我講英文 但是 我們講的那個速度 當然不是我太太跟得上啊 因為他是上 一個基督教的美國學校上了很多年 他們已經 我兒子可以跟上我的速度啊 我太太以前都上日文的 中文跟日文的 所以 所以就反過來變成我的日文 不能跟我太太跟上速度啊 一樣啊 每個人有他的長處短處嘛 但是我太太去美國幾次 他就觀察 他就觀察 他說 你這個在美國啊 你們投票的時候 我看報紙上都在分析 這些候選人 特別是現任的 他們對什麼議題 什麼樣的投票紀錄啊 所以 有的時候報紙還會講出來說 這個 某某某 滿嘴都是婦女權利 但是你看 像一個會期 二十個婦女議題 他每一個都投佛爵 這個是不是有問題 你獨自來決定 這個人 這個現任議員 滿嘴都是環保 但是你看 這些都是 要限制挖礦 要嚴格管理工廠的排 排廢棄物 什麼什麼 所有環保議題 他都否決掉了 那你相信他 所以這樣的分析 你投票的人 眼睛會比較亮 他說回到台灣 好像沒有人在談這個 沒有記錄課查 到底上一會期 哪一個議員 哪一個立法委員 投的怎麼樣 資料在哪裡 所以你聽每一個人 你在台灣走來走去 你聽到的選民 就是怎麼說 昨天 那個丁守中 到我們大樓耶 他跟我握手耶 哇齁 他親自跟我握手耶 我說 他親自跟你握手 又代表什麼 黃三三一元 昨天來我們社區 跟我們鼓勵啊 跟我們講講 還會會期待 欸不錯耶 都是在談這些 那些 我告訴你 這些立法委員 他今天來喔 傾聽那些 等到他當選以後 你越越看 不好越啊 所以你看 人家就是 為什麼他要去那個 傳統市場 跟大家握握手 這是表示什麼 其實我兒子 我兒子小時候 他也是 很小就還沒有開始上那個 基督教學校 他也 他也進入這個漩渦 他就被電視無人了 有一次我 他 國民小學 他讀到五年級 他好像 那天有放假 我剛好台北市政府 有個會議要開 我就說你跟我去 那個會議就是馬英九主持的 不然我們在那裡那裡 後來 我就發問題啊 談談啊 那馬英九很客氣啊 他也知道我是誰啊 我們就談一談 會後我過去跟他講幾句 我兒子在跟他握手啊 出來以後 我兒子 眼淚開始掉下來 我說那你什麼不高興 他說我跟馬英九握手 握三天不能洗手 這個洗手還得了 我還是要維持原諒 我聽說三天後才能洗手 他被這個就洗 洗進去了 喔好像跟名人握手 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實際上 像美國的那種 投票紀錄 那個才比較是重點 人家做事是什麼樣的做法 所以曾經 有 我不知道是哪一國的議員 他提出 他在選舉的時候 他就提出說 所有 假設說 媒體 上個會期就列出來 三十個法案是最重要的 每一個法案的上面 都有我的名字 他就這樣大和 哇所有的選民都覺得 哇不得了 結果你去查的結果 每一個那個重要法案 都有他的名字 旁邊兩個小字 缺席啊 但是有他的名字沒有錯啊 嚴格來說他沒有說謊啊 你想想看 人家做這樣的事啊 所以 我們應該回到十字面 對不對 不要那種呢 不過回到十字面也是很複雜 我太太是本土台灣人 台中縣 石崗鄉 她是本土台灣人 上一次在台北 我就說 那你要投誰 啊投誰 我剛剛講那個 她說 我說不喜歡藍營 這次大概投那個黃珊珊 我說我有沒有聽錯 黃珊珊是親民黨耶 她說 我知道 但是她常常在幫忙我們 各種問題她 她辦公室就是禮拜幾禮拜幾 那邊有 可以約會來談法律問題 所以你看 這個就很厲害 我太太是綠營 結果被這樣說服去偷藍營的票 就是因為人家有很好的服務 有時候有這種情形 我們也不能否認 不過最早的時候 就是阿扁在競選的時候 我太太還會在大學請假 去外面去遊行 還有去發傳單 還有她差不多全家嘛 她有很多姐妹在 中部還有南部 她們都請假去 哇 她爸爸 她爸爸就 對所有的孩子發號施令 你要用所有的力量 呼善阿扁喔 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後來阿扁八年任職以後 等到她卸任 我太太只能嘆一口氣 對她八十幾歲的老爸 只能 講一句話 只能對我講一句話 還好我爸爸已經死掉了 這句話我聽懂 如果她爸爸知道阿扁會交出這樣的成績啊 她當初會氣得哪一些啊 會早好幾年我就會過世啊 所以 這個也是很糟糕 對於這個事情 這個會造成 一個 陽女婿家庭裡面的氣氛 很奇怪 我太太很支持綠營 但是當初我看全水扁 我就說 她就是沒有那個國際官了啦 我就跟我太太講 沒有國際官 但是沒有關係 是我們台灣人就可以啊 喔當初有一點懷疑 啊實際上 她認知以後啊 你看 台灣人做事很奇怪耶 她認知以後 總統府裡面的人 他們 你知道總統府的組織是 一局二局三局什麼這樣 阿扁認知以後她是綠營 下面那些局的人都是什麼 都是藍營耶 你寫信給阿扁要跟他講什麼 他們下面的藍營不喜歡 他就給你攔截下來耶 我們就當初把我們這個論述啊 美國管轄啦 這個怎麼樣把台灣在國際的地位上 怎麼走出來啊 保障台灣人的權利啊 我們都寄給阿扁 吳淑貞還有 吳淑貞 我都寄給他們 整理好寄給他們 差不多二零零六年吧 二零零六年 結果來了 裡面某一個局的那個電話 和先生來吃飯 很神秘要談什麼 談你這個文件 這個我們去我去的時候 他說這個研究 不必再研究 台灣中華民國在這裡是主權獨立 我們有個偉大的國際法學者在美國 叫做邱洪達 已經研究的很清楚 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 我說 不符合法理 我可以給你很多文章 邱洪達寫的 請我吃飯 那我這個就收起來 也不必轉給總統啊 也不必轉給副總統啊 讓你這個就在台灣 多多去觀光啊 不必管這些事物啊 所以我回去 他給我邱洪達的那個文章啊 我回去看 看完以後 我第一個印象 這個人是百分之百 不懂國際法 糟糕 翻到後面他的簡介 喔美國什麼大學 國際法教授欸 那誤了多少子弟啊 那如果要開什麼國際會議 請問 當然他簽 一兩年過世 但是如果要開什麼國際會議 請問會請誰去參加 他會請邱洪達還是會請何某某 當然不會請我 我沒有這個博士水位 我也沒有發表這麼多論文 所以你看 這些不懂的人 他的論文瞞天飛 他就是害死台灣人 不過他是藍營 所以他就是要講 先把一個結論在那裡 讓我叫所有的證據來支持這個結論 這是他們用的方法 不符合他的結論 都當然不要講 所以他的裡面會不會提到 我剛開始提到 屏東 台南 高雄 坑坑洞洞 忘記 剛好沒提到 就提到 日軍向蔣介石投降 我常常提出這句話 我說 誰向誰投降 請問你 日內瓦公約第幾條 是賦予這個接受投降的軍隊有什麼特別權利 你講 提不出來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征服者 才是權利來源 誰征服這個地 而且可以提出 幾十個 國際和美國的司法判決 是征服者有權利 支配管轄 不是接受投降 所以 我們就是活在這樣的世界 歪離滿天飛 真理很難生存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面對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有這個 零和論述 那零和論述 我們在刻意誤解成什麼樣 很多人對這個論述也誤解 所以馬上講 歐 你要把台灣送給美國 歐 你要把台灣變成美國第一五十一週 歐 你要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這些都不對 所以你要小心 佔領有沒有清楚的認識 那還是一樣嘛 走到窗戶這邊 往這邊看 我沒有看到一個美軍走來走去 往那邊看 也沒有看到美軍 所以很多人說我確定 台灣不是美國佔領 因為沒有美軍 那我和某某還是說 哪一個國際公約有關佔領說 必須有那個軍人在街上走來走去 這個是你想像中比較合理的現象 但是實際上不需要 誰說他要穿制服 他可以穿便服 問題是法理 問題是法理 我們來比喻說 我們來比喻說 林先生有個兒子 但是他沒有能力養 他就轉給另外一個黃先生 黃先生生意又失敗 他就把這個兒子轉給一個江先生 阿江先生就轉給一個 庄先生 阿庄先生又轉給一個 洪先生 洪先生家庭沒滿 把這個小孩養到22歲 但是問題是法理上 誰是這個小孩的爸爸 法理上 在沒有辦其他的手續情況下 還是原來這個 生父才是父阿 那你可以挑出來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林先生 跟這個孩子在一起 那有什麼樣呢 這個是否認 這個足以否認他們法律上的關係嗎 在我看起來是絕對不夠阿 所以法理才重要 不是說我眼睛看到什麼就 就是什麼 對不對 我今天在公車站旁邊 我看到一個女孩子 她牽著一個小朋友的手 旁邊一個先生 就在看手錶 我就看到這裡 一個家庭 那個先生急著上班 媽媽要送小孩子去上學 然後 我過去跟他們打個招呼 看到你們好像 就是一個標準家庭 那個女孩子就說 什麼標準家庭 什麼家庭 我說你小孩子還去 這不是我的孩子阿 我剛剛臨到這個小孩子在街上 走來走去走來走去哭阿 我要送到警察局阿 那個先生說 什麼 我說那你太太 什麼太太 我不認識這個女孩子 那你為什麼跟她站在旁邊 我站在這裡是違法嗎 我等著公車阿 對不對 怎麼你穿的外套是黑色 他穿的外套是黑色 巧合有什麼樣阿 所以我所想的 我所看到的 跟事實跟法理是完全兩回事阿 那很多人過日子就是看到什麼 想到什麼 喔這個就是事實 NO 你必須考證阿 你必須考證 所以每一次 每一次 談到這裡的時候 這些 像我早年也接觸到那個醫療團體阿 他們要去參加世界衛生組織阿 那是為什麼我們其實不能進去 為什麼我們不能用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這個不合理嘛 我說好不合理 多年的不合理 你要不要從歷史和法理 找出一些 蛛絲馬跡看有沒有 什麼東西可以懷疑 中華民國在這裡 所謂有主權的 他回去這個角度研究 好像找到很多問題 我說對阿 那你的為什麼 就出來了 他在這裡是屬於霸佔 不是有主權阿 他來了 是他的嗎 證據在哪裡嗎 所以你不應該去問說 我為什麼要把這個旗子送上去阿 你應該就 你被派去的時候 你應該問我是代表誰阿 對不對 如果代表台灣阿 為什麼要拿流亡政府的旗幟阿 你應該問的是這個問題 所以這些慢慢要分析出來 那我們剛剛講的 譬如說台灣是美國的一部分嗎 這個是我們論述嗎 也沒有阿 美國 佔領伊拉克 請問伊拉克是美國的一部分嗎 美國佔領阿富汗 請問阿富汗是美國的一部分嗎 不是阿 當地人有發護照嗎 當地人有發 阿美國公民身份在嗎 沒有阿 分離關稅區 美國控制那個海關 所以他可以 他所海關拿上的一些收入 他可以用來 cover 他可以用來處理他佔領的費用 這個是合理的阿 他不是美國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措辭 牵詞用字用的很麻糊 喔台灣要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不是 美國的一部分差不多是一個州 台灣變成美國一無錫州 我們不是這樣講阿 我們沒有打算這樣做 州是蠻麻煩的 我們寧可做那個分離關稅區 像關島這樣 關島要繳美國聯邦收的稅嗎 不需要 他是分離關稅區 關島自己人決定他的稅 美國的公司在關島投資 他繳關島稅 不需要繳美國聯邦收的稅 這個是不是我們吸引很多廠商來台灣的 這是一個吸引的一個要件 作為州 那你就要繳聯邦收的稅 我們 我來了三十多年 我感覺台灣人不喜歡繳稅 有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 沒有 這個今天二三十個人完全可以代表 對不對 不喜歡繳稅 要多繳一成稅嗎 美國的公司在海外 要繳全世界的稅 美國的收入繳稅 外國的收入也要繳美國稅 在台灣做一個分離關稅區 不是比較理想嗎 對啊沒有錯啊 啊 要把台灣送給美國 但也不是 我們是談法理 那反過來你要把台灣送給中國 我們不要啊 我們把法理把這兩個切開 在法理上站得住啊 這個就是台灣人要覺醒的部分啊 你要台灣跟中國分開你的錯誌 你的想法 很多事情是這樣子 你改變你的想法 你的世界 你的整個世界觀就改變啊 所以他們一直有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說 喔我們強調台灣有主權 他的名字是中華民國 那到時候我們民進黨執政 我們只要把那個憲法改個名字 我們就上去了 那如果可以做的話 說不定 這個是一條路 但是 黨外運動到現在 三十多年 我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論述 有成功 有實施啊 阿扁八年也沒做 他阿扁好像答應我們2006年有新憲法 有嗎 所以我太太 對我外面的行為 有一些限制 當然不是跟別人一樣 喔你看到女孩子不能跟他們打招呼 有一些洋女婿有被這樣的限制 我知道喔 我說這樣的婚姻我受不了 我太太不是這樣 我可以 在咖啡廳跟電視明星聊天 沒有關係 我也常常這樣做 不跟他們約會 要約會就約會嘛 去吃吃飯有什麼關係 但是參加什麼救阿扁運動 我太太不贊成 他說他違背我們台灣人的意思 如果我爸爸沒有早死阿 阿扁下台後一定會老一些 所以 你要救阿扁我不同意 所以 我就被限制這個行為 人家強誠說 憲法保障我們的自由 但是結婚以後就鈴鐺別論 對不對 結婚以後就不是這樣 所以剛剛講三個誤解 你要記住人家跟你講說 我不要這樣的 美國的什麼 美國管轄論述 我不要 我不要變成美國的部分 我不要送給美國 我不要變成敵無西州阿 我台灣要 要自己獨立阿 OK 自己獨立 第一個步驟自治 自己管自己 第一個步驟是自治嘛 先脫離那個 舊遊的錯亂的那個體系 先穩定一段時間 那個要整頓很多嘛 我常常跟他們講 我說明天給你獨立的話 立法院寫在控制 不是台灣人 明天給你獨立 你反而就是變成 國民黨更 有力的去講 他是完全的那個合法政黨 他的那個黨產都還在 他可以壓迫台灣人用一切的方法 那個沒有整頓 整個基本法理結構 你台灣人還是走不出來耶 所以你經過一段整頓 但是還是自治 走上自治 那美國自治的過程中就是 暫時國防外交給美國做 省這麼多錢 我們可以在台灣重新建設啊 我們 這個作為美國分離關稅領域 我們可以請很多公司來投資啊 他有優惠我們 逛那些公司在這裡放總部 然後去開發中國市場 這個錢我們賺不完耶 很多很多 前兩年有一個美國記者來 我們這個團體就接待他去台灣去旅行 我們去高雄 那邊有個學校 旅館學校 他在那些湖旁邊有一個旅館 聽說那些人員都是 大部分那些小姐 有的男生 都在那個旅館學校做 然後這裡這個 這個旅館在實習啊 我跟我太太講說 這個很好啊 實地實習啊 學會怎麼做服務業啊 然後他學校有在學啊 有在學分就是 有點公圖的感覺 我這個非常好 我太太說 全國才一家耶 整個台灣才一家 我說這麼少啊 我說每一個地方應該做那個 所有的人投入服務業啊 你從旅館學習 將來你到公司很好 你有服務業的觀念 對不對 喔請進來 又會操作一點 除了中文 還會操作一些日語啊 英語那些 哇這個非常好啊 他就說應該這樣做啊 現在的人都 都出來都失業 然後每一個公司都在韓 找不到員工啊 教育跟就業完全失調啊 馬英九所提出的整論的措施 多加一些古文啊 他提出的解決這道是 多學一點古文啊 這個是你的領導者 這個是很荒謬耶 然後 現在 牆商可以三五個牆商可以 聯合起來來開個學校啊 教育部給你各種 規定讓你無法這樣做啊 喔你要教 太空機械 喔你現在要創辦一個學校 太空機械 因為你有這些公司 需要這樣的員工 喔可以可以 那我們看太空機械你的課程 這樣排 禮拜一三民主義 禮拜一這個第二 這個兩堂嘛 再接下來中國歷史 再接下來 漢草文型 再接下來 宋 宋 宋慈 唐詩 下午 再這樣 喔禮拜二我們這樣排 整個排下來 喔禮拜 禮拜四下午可以加一點那個 你剛剛講那個什麼東西 太空機械 啊對 禮拜四下午可以加一點進去 這個是教育部的安排 啊你就跟他講 我這些東西我都不要 這些東西全部丟到垃圾桶 我要學的是現代人就業所需要的 欸不可以違反規定啊 所以他就不給你 他就不給你那個執照 你就沒辦法交真 他就說Urban不是這樣 你有選擇性 我要走教育部系統也可以 我要走非教育部系統也可以 我是面對雇主 我管理教育部怎麼樣 我面對雇主 結果那些走 面對雇主的那些學校 他們的學生畢業後都是 不是百分之百就業 是百分之兩百就業 每一個人好幾個公司都要他 都比 你懂嗎 畢業生不夠 不夠來應付那個市場的需求 日本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他說你叫新發展科技 找不到學生 你就叫這個公司派老師 然後就訓練你這個學生 幾年後你畢業的時候 你就有很好的工作 你需要用新的一個思考模式 我們二十年前 我跟我太太去東歐去旅行 說起來是我們所得到的消息 是第一個台灣團體去包假力啊 第一個台灣團體去包假力啊 哇 所以我們飛到Sofia那個首都 喔 凌晨三點都在那裡 海關在那邊坐一坐 剛下飛機 哇 等好久 欸 為什麼沒有入境 我太太說你去問 我去問我們導遊 欸為什麼我們不入境 他說我還是跟海關談一談啊 我說談什麼 我們不是都有簽證啊 對啊 但是你中華民國跟他沒有邦交啊 我們在談每一個人要多大的紅包啊 我說紅包 我每個人還要你不用的啦 就是我們台灣團員都要啊 本來一百五我已經降到一百二了 我說那還要談多久 不一定可能還要很久欸 我說欸怎麼這樣子 這樣對我們台灣人是一種侮辱啊 你回台灣以後你作為導遊 你應該站起來 你應該投個搞到自由時報 中國時報聯合報 就把這個不公平的待遇把它講出來啊 他說何先生你頭腦有沒有壞掉 報紙登的是新聞欸 台灣人在海外旅行受到欺負 那個哪是新聞欸 那是天天發生的事啊 那我說局外管處誰理你啊 欸誰理我 那是中國共產黨不是嗎 那是他們講的不是嗎 欸我們講的一樣啊 局外管處你打電話去他們都不在 去上課 台灣的官員在海外都在修說事 都在修博士 很少來上班 胡志祥回國的時候已經有博士 欸他已經他修博士的時候 也有公務員的那個年次累積欸 他們很好的制度欸 都是台灣人所沒有的 ok ok 所以anyway我們到希臘 我們到希臘然後他們旅行社有安排 一個台灣人 一個先生 他就在希臘很多年跟當地人結婚 他出來做我們當地導遊 所以帶著我們欸 會講希臘文 會講中國話 你問他有關 希臘跟中國這個 風俗習慣不同啊 教育啊 他說我都可以講 我問他說那希臘 文化古國 他們學校一定跟台灣一樣 學很多古文啊 他笑的前輔後仰 快一點跌到那個 那個巴士的那個 前面那個樓梯差不多跌到那裡 等他恢復正常的時候 希臘國中高中沒有教古文 沒有 啊我們就很浪漫 沒有教古文啊 那些 先人的智慧怎麼吸收啊 他說都已經翻譯成白話文啊 你要看你就看白話文啊 為什麼要跟古文搏斗的 你要的是知識 而不是要跟那個文題搏斗嘛 我眼睛一亮 我這種觀念我完全接受啊 你學會寫那些古屁的字 沒有用 你寫便條給老闆 你寫便條給老闆 他就看不懂 我早年 在報紙上誰雜文 民生報 聯合報 我被拉到聯合報去 聯合報那個時候號稱 發行量一百萬分分 翻三大報 那個時代登一篇文章 在聯合報好像天空打開一樣 我所捧到的每個人都說 喔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喔寫得好好笑 我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 推廣 各種觀念啊 對不對 那我寫在報紙上 後來收集很多那個文章 我有一個監貼部 我在一個大的會議上 我碰到一個女作家 叫三毛 我說欸這些文章 你看有沒有什麼處理 他說我拿給崇瑤看看 他拿給崇瑤看看 就有一個平先生打電話給我 是一個崇瑤的先生 皇冠出版社的老闆 所以後來 我們就把那些文章給皇冠出版 那個時候 我慢慢推廣這方面 各種觀念 我也裡面也都倡導 欸 我們教育要怎麼走 對不對 啊我們應該這樣怎麼走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隨時態度 很多觀念 有的人同意我的一些觀念 有的人不同意 那些書 1969 19681969出版的 我有的那些書 我所提倡的觀念啊 當初有一些人反對啊 教育觀念啊 家庭觀念種種 現在隔了二三十年 有人看那些書說 哇 當初如果聽你的 今天會比較好 欸 所以我講話可能講得太早 有 你如果有空 你可以翻翻那些書 有時候 還有在流傳在社會上 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談到一個 美國管轄的論述 還好 如果談這樣的論述 報紙大概不要等 他只要等 那個 不過那個時候 我就是有寫文章去罵那個卡特 喔 你跟我們斷交 這樣不好 欸 我那篇寫的 報紙很高興登出來 要罵卡特 很好 所以 這個就是 談來談去 美國的一些情景 OK 美國的情景 我從前面一個小時我也講到 美國憲法給我們一些提示 還有後面我們常常有一些誤會 還有我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 也是可能從美國徒生處長那個 那個社會所 因為我在那裡出生長大 所以我所學到的東西 還有有時候我太太給我的一些提示 她自己作為台灣人的一個觀感 還有我們一起到海外去旅行 我們又把這個問題反映給別人 啊 我們把 在台灣認為理所當然的情形 有的時候 拿給別人去討論 她覺得很奇怪 就很簡單 像這個理由 阿平先生說 他沒有看過一個人來他們 皇冠的辦公室 寫個便條沒有錯別字 所以我每一次寫便條給他 我一定 那兩三個人以上去看 我不要 露氣 我寫給他必須特別謹慎 但是就算是 本土台灣人 或是其他在台灣徒生徒長 都寫那些東西都有錯誤 但是他可以 瞭解很多古文的那些字 那用處何在呀 對不對 你這個教育還是要重點在實質上 我們今天社會上能用的東西對不對 這個教育的重點在這裡 所以 所以我是一直倡導這樣的觀念 美國人 我看到現在 夏斯比亞才四百年 美國人大部分也都是看百話文版 四百年前的英文跟今天也不一樣耶 你看那個原文頭會大 在講什麼 就一邊看原文一邊看百話翻譯 喔這樣 要不然你也搞不懂 所以今天簡單的談這樣的部分 我的觀感 還有跟 美國社會 美國 憲法 中中有什麼樣的關聯 那如果 有任何這一方面的問題 當然你也可以 經過email 或是 任何方式跟我們聯絡 我們也可以解答 你有任何這樣的疑問 另外就是看看我們這些書籍 還有網路上有那個網站 USMGTCG.0.com 那個裡面也有很多解說嘛 所以今天大概簡單的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請起立 走 休憩 樓下吃中